半岛转进欧战战场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新一波攻势 将成千上茂的军人跟佣兵送到了乌东的战场 前线士兵是以自杀式的攻击前进 英国的情报说 俄军目前的阵亡率比开战初期要高得多 而乌克兰则是快速消耗大量的炮弹 补给也出现短缺 北约秘书长说 欧洲盟国炮弹生产的速度 其实是跟不上欧战的消耗 因此要供应乌克兰已经吃力 有迹象显示 乌克兰死守的巴赫木特 这星期可能会失守 俄罗斯将成千上万动员来的军人和佣兵 送往乌克兰东部战场 展开新一波的攻势 总统普京不计死伤 让前线士兵进行自杀式攻击 乌克兰也以猛烈炮火对抗俄军的人海战术 卫星画面显示 一个小范围战区 俄军就损失了30台坦克车 数百名俄军丧身 乌军也沿着林木县轰炸 树林一片焦黑 俄军找不到掩护 成了乌克兰军的枪把 英国情报显示 俄军目前的死亡率比开战初期还要高 乌克兰为守住防线 快速消耗大量的炮弹 补给开始出现短缺 北约秘书长史托腾伯格坦言 欧洲盟国在供应上已经很吃力 由美国所领导的50多国原物联盟 周二在比利时召开会议 讨论是否要提供乌克兰战斗机 而北约认为乌克兰取胜的关键 在于西方运送补给的速度 乌克兰战况最激烈的巴赫木特 俄军正在一点一点的占领更多的区域 巴赫木特南北都被俄军包围 波兰战争研究机构预估 巴赫木特这星期就会沦陷 这个推测其实有机可循 乌克兰政府已经要求在巴赫木特的 人道救援义工尽速离开 似乎也在为撤离做准备 俄乌新一轮的战事激烈 美国担心俄罗斯报复 已经警告在俄罗斯的美国公民离开 以免遭俄国警方任意逮捕或骚扰 美国外交部的官网也建议民众 不要前往俄罗斯 TVBS新闻总和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